李宗盛雄議員 好 那 我之所以會來這個活動分享是因為呢 我跟晉峰在差不多今年二月的時候認識 然後認識到至今為止呢 我都沒有參加過他的任何一場活動 所以呢一直覺得沒有來好像一直 實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對 那 我在上個禮拜有去他們辦的創人物做一個分享 所以可能今天講的內容會稍稍跟上個禮拜有點雷同 對 好 那我現在簡介我是誰 我現在是肢體肢管系夜間的一年級生娜準備要生二年級 那現在是在活動中做部落格的寫手 有聽活動請出手 有 好 感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之前有做過大型同仁制展壽會的活動總招 那獨立出版上特助以及餐廳廚師還有一定要店廚師 那技能就略懂真正的光 那這次去看看就好 那特長打嘴炮 那我第一個圈子是動漫為什麼 因為這也跟我為什麼會有第一份同仁制的工作有關 我一開始在國中畢業之後然後進入五專 我是一個很沉默寡言的人 我不會去跟人交際每天在家裡當宅男 那那個因為上五專之後我接觸了社團活動 那因為社團活動呢我接觸到了我的第一份兼職 那自從我這份兼職之後呢 我就必須在每個禮拜六日都要出去跑活動 然後可能去跟不同的人見面 那這也讓我開啟了我的人際圈然後我交到了許多很好的朋友 那我也學習到了很多的東西 那但是呢同樣的為了學習這些東西 我必須付出我的時間金錢還有其他可能的機會 但後來我也慢慢的淡出 然後再來第二圈子 第二圈子我就跑到餐廳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來到這圈子我其實有點掙扎 因為那個時候在動漫那邊的工作其實稍微有經歷一個窗期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那時候有接到朋友的邀請讓我去一個餐廳打工 然後我就想可是我可能動漫再過不久我還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我真的要就這樣子就走出去嗎 但我後來想想就是說就當是個學習去見識不同的圈子也好 那也因為接觸了這個然後我交到了兩位非常知心的好朋友 然後呢考到了我的機車駕照 然後也獲取了一個比較高的精神 因為之前在做動漫的時候我都在當廉價勞工 那我也學習到了一些餐飲的知識 然後呢學會自己做菜 然後呢了解到一間餐飲業店面的經營 它背後的成本以及它需要考量的事情是有哪些 那我也學到了成本管理這件事 那其實當然是雖然說進入了我有學習 但其實也有點後悔 為什麼 因為呢我半年的飲料店工作它讓我虛度了一個半年 雖然說也有學習到一些東西 可是它讓我覺得我失去的比獲得的還要多 那又淡初也是因為工作的原因 然後呢就換到現在的網路與創業 我現在的工作其實是透過FB Facebook 也就是跟我們老闆謝奧輝有一個聯繫 然後後來他就請我去面試 然後我就進來的工作 那我現在獲得一個非常棒的工作 然後呢我獲得很多寶貴的經驗 以及很棒的老闆以及很棒的同事 那我也學習到了 比我以往以往所做的那些工作 還要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那我想說的是 為什麼我經歷了三個圈子之後 我會想要打造一個屬於日夜圈子 我從每個圈子裡面我都學習到了很多東西 我都獲得失去了一些東西 那我就開始想 我能不能夠把我這三個圈子中 我所學到的東西然後去互相結合呢 因此我就開始做一種支援整合事情 我就開始把我的所有的經歷 我所有學習我所看到的事情 去告訴我之前所建立過的那些圈子的朋友 他們可能有些事情想做 可是呢他們找不到人可以給他們建議 那我就去給他們建議 我可能在餐飲朋友 他們想要創業 那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在創業圈 我所看到的所有事情 讓他去參考讓他去學習 那有一些動漫的朋友呢 他們也可能想要出來做一些事情 那我就跟他說你可能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做 利用現在的科技 比如說Facebook啊 波浪啊 這樣社群 甚至是一些工具可以讓他補助自己更好的去完成他想做的事情 或是認識更多好的人 那因為我個人對動漫還是保有一定的興趣 所以我現在也正在試著讓動漫跟網路是不是能夠有一個結合 然後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台灣有很多的獨立創作者 他們都在默默的努力 可是他們沒有一個發聲的管道 可以讓他們去被社會受到重視 因此有了夢想家事件 所以我希望後面我可以有辦法打造一個平台 讓這些獨立創作者他們有一個平台可以發聲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去看到他們的作品 那打造自己足以視野的圈子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可以為自己發展一個新的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社群的時代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社群上面是一個資訊提供者 是一個發聲者 那讓自己沒有不需要再去接觸外地 我們就可以給自己創造很多的機會 我因為認真的經營了我的Facebook 所以我讓自己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我開始認識到 許多我以前 我絕對不可能認識到的人 可能一些新創公司的老闆 或是一些主管等等 那他們都很樂意跟我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 那我也可以跟他們學習到很多 那也就是不只讓自己可以跟人學習 也讓別人可以跟自己學習 並且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為這個社會與為自己發聲 不需要更好的人 但是我會跟他們說 我還是會跟他們講 不需要更好的人 為這個人 可能會有一個人 也會想做 這個人 會想做